经过七个小时激战 被称作券商工会史上最激烈的改选 22号结果出炉 由现任理事长赵峰证卷董座简红文 打败对手袁大正董事长贺明衡 蝉联宝座 证守税通过以后 那量还是不出来 大户反而也没有回来的迹象 让我们很紧张 政府把眼光看一眼一点的话 这个适当的降低证教税是合理的 而且对国家的税收不会影响 简红文连任首要任务 要向财政部提出降税建言 激励散户回归 力挺证交所提出的 鼓励所得小额免税之外 简红文更忧心落跑中的大户 大声几乎调降证交税到千分之一 让日程交量来到1500亿水准 当这个市场赶快恢复荣景 那么能够让一个从业人员 有最起码一个生活条件 那会不会上街头呢 那恐怕不一定 或许哪一天甚至是 没有办法无路可走 他只好走到街头上去 理事长发出警讯 量能低迷 直接冲击券商生计 不愿看到营业员 走上街头抗议 发出心战喊话的最后通牒 三立新闻 林芸峰 陈一杰 台北报道